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人工智慧,AI正在快速崛起中,全球各大厂商摩拳擦掌。 功率半导体大厂,安森美安森米宣布,已与COVO搭成协议, 以1.15亿美元现金收购其碳化西级行厂效应电晶体SIC-JFET技术业务及其子公司United Silicon Carbide。 该收购将补足安森美广泛的Elite SIC电源产品组合, 使其能应对人工智慧、AI资料中心电源、ACDC段对高能效和高功率密度的需求, 还将加速安森美在电动汽车段路器和固态段路器SSCB等新兴市场的部署。 SIC-JFET的单位面积导通电阻超低,低于任何其他技术的一半。 它们还支援使用吸机电晶体几十年来常用的线程驱动器。 综合这些优势,SIC-JFET的采用能够加快开发速度, 减少能耗并降低系统成本,为电源设计人员和资料中心运营商提供显著的价值。 安森美电源方案事业群总裁兼总经理Simon Keaton表示, 随着El工作负载日趋复杂和高耗能,能提供高能效并能够处理高压的可靠, SIC-JFET将越来越重要。 且随着Covo业界领先的SIC-JFET技术的加入, 它们的智慧电源产品组合将为客户提供多一种优化能耗, 并提高功率密度的选择。 该交易需满足惯例成交条件,预计将于2025年第一季度完成。 安森美表示,收购Covo的SIC-JFET业务及其子公司United Silicon Carbide, 预计将在五年内为安森美带来13亿美元的市场机会。 并据韩国媒体The Alec报道,SK海立市在年终开始对高阶主管团队进行重组, 包括将高阶主管人数提升一倍,从19位增加到了33位。 报道称,在这33名员工高阶主管当中, 有70%将从事新晶片与技术的开发工作。 其中,执行副总裁A.H.N. Hyoun继生为总裁,并担任首席开发官CDO的新职位。 另一个新职位是首席生产官CPO,将监督晶片生产的前段和后段。 A.H.N. Hyoun之前是SK海立市NAND Flash解决方案委员会NS Committee负责人, 为了提升SK海立市NAND Flash能力而成立。 现在,A.H.N. Hyoun出任首席开发官主要领导, SK海立市开发新一代行动端NAND Flash解决方案, PEB-110-11-S4伏器,SSD,PCB-01AIPC-SSD,及其他高阶NAND Flash产品。 SK海立市指出,A.H.N. Hyoun在未来技术和解决方案开发, 以及制定业务策略都担任关键职位。 凭借着HBM的成功,SK海立市在整个DRAM市场上已与三星势均力敌, 而在NAND Flash市场则仍与三星仍有一定差距。 SK海立市表示,首席开发官一职是为了整合公司的DRAM、 NAND Flash和解决方案的开发资源,保护公司在HBM的领先地位, 并开发新AI、记忆体产品。 另外,美国拜登政府宣布, 美国商务部根据晶片与科学法案激励计划, 向美国记忆体晶片大厂美光科技提供高达61.65亿美元的直接资金资助, 以支援美光科技, 未来20年内在纽约州投资1000亿美元和在爱达河州投资250亿美元的产能建设计划, 预计将创造至约2万个就业岗位, 并将帮助美国将其在先进记忆体制造领域的份额从目前的不到2%提高到2035年的约10%。 商务部将根据美光专案里程碑的完成情况发放资金。 美国商务部表示, 这项投资将通过加强美国国内尖端DRAM晶片的可靠供应来帮助增强美国经济的韧性。 这些晶片是个人运算、工业、高效能运算、汽车、工业、无线通讯和人工智慧等先进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光的DRAM晶片还为该公司的高效能记忆体及高频宽记忆体HBM提供动力, 这对于实现新的AI模型至关重要。 利用这笔资金, 美光计划在纽约和爱达河州扩大最先进记忆体半导体技术的开发和生产, 并承诺在2030年前投入约500亿美元。 此外, 拜登政府还宣布, 商务部已与美光科技签署了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初步条款备忘录PMP, 以拨款高达2.75亿美元, 用于支援美光扩建和现代化位于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的工厂。 未来几年, 改工厂的现代化的预期资本支出将达到20亿美元。 拟专案将包括把美光的E-Alpha技术移入其马纳萨斯工厂, 显著提高每月晶圆产量。 美光的E-Alpha节点是一种先进的DRAM工艺技术, 在未密度、功率效率和效能方面都有显著的改进。 支援美光E-Alpha技术的稳定供应将提高美国供应链的弹性, 因为弗吉尼亚州生产的传统DRAM记忆体晶片, 是汽车和工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光在马纳萨斯的拟业专案, 预计将在专案高峰期创造400多个制造业岗位和多达2700个社区岗位。 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表示, 记忆体晶片是所有先进技术的基础, 得益于两党共同制定的晶片与科学法案。 美国正在重建生产这些关键能力的能力。 通过对美光的投资, 他们正在实现CHEPS计划的核心目标之一, 即在美国国内开发和生产最先进的记忆体半导体技术。 这对于维护他们在人工智慧领域的领导地位, 以及保护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美光总裁兼执行长Sanjay Marotra表示, 作为唯一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记忆体制造商, 美光具有独特的优势, 可以将尖端记忆体制造引入美国, 增强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 并促进先进创新。 在两党共同支援的晶片法案的支援下, 美光对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能力的投资, 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并确保美国始终处于技术进步的前沿。 他们感谢纽约的绿色晶片法案、 毕法以及美光与当地政府的合作, 以创建社区投资框架来振兴纽约中部。 从制定美光的计划到最终确定必要的投资税收抵免, 许多联邦、州和社区领导人都在此过程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其中包括纽约州州长Cathie Hochul,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Chuck Schumer, 美国参议员Mark Warner, 美国参议员Mike Krippel, 美国参议员James Risch, 爱达河州州长Brad Little, 弗吉尼亚州州长Glan Youngkin, 市长Lawen McLean, 和县长Ryan McMahon。 他们的贡献支援了美光科技, 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他们致力于满足日益增长的记忆体需求。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